《慈喜的鳥兒有蟲吃》 難道是想鼓勵大家遲到的呢? 鼓勵大家不要那麼繃緊 因為這首歌在寫的時候 發現了一些不太常規 然後在歌詞上就跟樂儀說 反正接下來專輯每一首歌 都是講我內在的東西 第一首就講我家 不如這首就講一些我的小反叛 不循規道舉 好像大家都覺得我太循規道舉 但其實私底下我有很多小跳皮的東西 所以在這首歌就特意想有這個位置 我記得上次《嘗聲有列》 你就說整張專輯都是從自身出發 當然是先講原生家庭 因為所有人都是來自本身的家 然後今次就講自己小反叛 我懷疑其實透過整張專輯 你是想像洋蔥一樣 一層一層揭開給大家看 其實他是一個大惡魔來的 其實我們就正正想做這件事 其實好像每一首歌 你就會多揭開我一面 因為我常常覺得每一個人 其實是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所以慢慢讓大家看到 原來這一首臭埋 那一首臭埋 就是一個很藍體的黃兒 那在黃樂兒跟你一起談的過程當中 他怎樣定論 究竟我下一層要揭些什麼 甚至是否寫出來 我最想讓人知道我這些 人家常誤會我這些 那個過程是怎樣的呢 其實是 首先我們有些樂隊沒有的 因為我在年初的時候 就寫了全部的歌 然後我們就逐手逐手聽 其實這首歌在寫的時候 我在想什麼 在哪一個類型中 然後有一次 我們就在年初的時候 就出來在那裡聊天 那他就真的 就是從我小時候開始聊天 其實一坐下來 他就說 說一些偽的東西出來聽聽 有什麼偽的東西 然後我說 說偽的東西很小的 那些東西 就是這些是什麼對話呢 通常是問 你最近過程是怎樣 看不看 他們說 說你那些壞東西來 這樣 然後我說 那這樣 怎麼說呢 但是他發現 可能第一次談的時候 都未做到什麼出來 但是就越做越多 然後會發現 如果原來我煮食 是完全不跟食譜的 就是最討厭跟食譜的 又或者原來我去 以為我很乖巡規道 但是呢 我去一些博物館 等等 看到別人的動作 或者是頻密進入 我會去特意裝 然後我會特意 按摩 看他裡面有什麼 然後我可能會這麼頑皮 就是越不讓你做的 原來你是會越做的 是 其實Cath從小到大 多不多朋友 或者閨密 都有的 但是就 真的 朋友很多 閨密 真的說到很資深 那一首其實不多 嗯 現在多了一個 黃樂宜 沒錯 既然說到要打破常規 那這次做這首歌 又突破了自己的什麼 其實這首歌在之前寫曲的時候 都已經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因為這首歌 在每一個合作都有突破 應該這麼說 我第一次跟李一丁一起寫歌 然後第一次有新的監製 Ajian幫我去監製這首歌 那在寫歌的時候 這首歌的曲風 就是第一次嘗試 因為大家聽會覺得 好像去了摩爾蘭 一開始 但是去到中間 咦 這麼特別的 為什麼又轉了拍子 因為一開始是11拍 但是去到中間 chorus的時候 我去到12拍 那一開始呢 其實一丁做了音樂 他就11拍4 那一開始聽 我好像跟不上 我不太知道 會怎樣寫那個melody 然後我撞了幾下之後 我再去改了 那些曲風 然後轉了去12拍4 然後一丁他又寫那個melody 然後我們如是者 差了幾轉之後 我本身以為 行不行 行不行 然後聽到最後的製情品 我覺得很特別 還有我自己很喜歡 很喜歡那種 很有節奏感的感覺 還有跳跳地 因為他打開鼓 所以其實他那種的節拍 很容易知道 寫這首歌的人 應該是有個鼓底 有個鼓底 原來他堅持在11的位置 你就堅持在12的位置 就變成了這個節奏 沒錯 然後還有 我那時候錄彈舞 因為其實我是年初有個Writing Session Edward他在後面看著整件事 Edward Chang Edward他叫我 你試試錄你的demo 那時候還要哒哒哒哒的 他說你試試在chorus上 你不要用你平日唱歌的聲音 你試試找一下不同的聲音 我不管你走到那邊 我不管你聽到什麼的reference 總之我有不同的聲音 即是好像我們錄廣播劇的時候 你試試另一個聲音 還有你試試稀微一點 小蚊仔一點 那你怎樣幫助自己 那時候其實我聽娃娃的歌 我聽黃飛的歌 我直接聽了一些外國 一些很indy的歌 我聽別人怎樣去處理那些 不是很常規的歌 還有聽別人 其實一句裡面 他可以走多少個位 去營造到那種氣氛 那他聽完之後我就嘗試 因為其實我沒試過 將自己的聲音放在那些位置唱 然後唱出來就OK 然後到真的交了一個demo 給了樂儀去聽的時候 他就覺得他很喜歡這首歌 他覺得是跟我以前的歌很不同 因為很跳脫 所以在歌詞上面 也有一個很跳脫的感覺 但是到真的拿到一個歌詞 然後進入錄音室去錄的時候 我就覺得不夠了 以前我去錄那個demo的時候 那個詞好像都很平穩 但如果我再用一個很平穩的聲音去唱的時候 好像很悶 那幸好Adrian其實他一來 他已經很清楚哪一個位 應該是在什麼的情緒 或者用什麼聲音去唱 他就教了我 還有他就告訴我 不如你這句試試這樣斬開 因為可能那些字 我會覺得是要demo的版本這樣唱 但是唱到出來就是不有趣 那所以呢 Adrian她就說你試試這樣斬開 這個這樣斬開之後 我又發現已經OK 還有我又試試把聲音放在不同位置去唱 那唱到出來 現在就真的是一個挺滿意的版本 我試試 essen 很幸好 說是 我們可以先走出來 我們可以看見 喔 我要回答 到你去看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